加拉达书第五章 基督解救了我们,是为使我们获得自由,所以你们要站稳,不可再让奴隶的恶束缚住你们。 请注意,我保路告诉你们,若你们还愿意受割损,基督对你们就没有什么益处。 我再向任何自愿受割损的人声明,他有遵守全部法律的义务,你们这些靠法律寻求诚意的人,是与基督断绝了关系,由恩宠上跌了下来。 至于我们,我们却是依赖圣神,由于信德怀着能诚意的希望,因为在基督耶稣内,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。 唯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,才算什么。 以前你们跑得好,又谁拦阻了你们去追随真理呢? 这种劝勇,绝不是出自那照选你们的天主。 少许的教母,就能使整个面团发酵。 我在主内信任你们,认为你们不会有什么别的心思,但那扰乱你们的人,不论他是谁, 必要承受惩罚。 至于我,弟兄们,如果我仍宣讲割损的需要,那我为什么还受迫害? 若是这样,十字架的绊教师就早已除去了。 巴不得那些扰乱你们的人,将自己割净了。 弟兄们,你们蒙照选,是为得到自由,但不要以这自由作为放纵肉欲的借口。 唯要以爱德彼此服侍,因为全部法律总括在这句话内。 爱你的近人,如你自己。 但如果你们彼此相咬相吞,你们要小心,免得同归于尽。 我告诉你们,你们若随圣神的引导行事,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。 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,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, 二者互相敌对,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。 但如果你们随圣神的引导,就不在法律权下。 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, 即淫乱、不竭、放荡、崇拜偶像、施行邪法、仇恨、竞争、 嫉妒、愤怒、争吵、不睦、分党、杜恨、凶杀、醉酒、艳乐、 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。 我以前劝诫过你们,如今再说一次, 做这种事的人,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。 然而圣神的效果却是, 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良善、温和、忠信、柔和、节制。 关于这样的事,并没有法律禁止。 翻属于耶稣基督的人,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欲定在十字架上了。 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,就应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。 不要贪图虚荣,不要彼此挑拨,互相嫉妒。 太好了。 太好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